给国卫院研发快筛技 而技术还转授权给其中一家 顶群科技 但立委提报 顶群货技转 甚至卫福部何可做快筛时 竟然只是资本额 只有50万的电子零件公司 根本没有卖过药品 甚至拿到授权后 才开始要盖工厂 简直大有问题 国内明明早在109年 又2314万 协助国卫院研发出快筛 为何今日台湾还爆发快筛之乱 在野党再爆弊端 国卫院在109年6月 将快筛技术移转给顶群科技 7月27号 卫福部就核准顶群做快筛 但扯的是顶群当时 竟然是资本额 仅有50万卖电子零件的公司 根本没卖过药品 顶群直到8月才变更登记卖衣材 12月才盖好工厂 换言之蔡政府技术移转 甚至核准顶群做快筛时 它只是电子公司 根本没任何设备做快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今天我是打香肠 表示你们当初没有任何审核机制 只要是人来申请都可以 谁负责审核了 这个人显然独职 显然是不是跟厂商勾筛 为什么卖电子零件的小公司 能让蔡政府通过计转 还核准它卖快筛 专家说这是疫情期间的政府特权 指挥中心在审 指挥中心它用的是征用 你跟我好过征用年 当然不知道哪一家有在做这种 只有健保知道 找的人都是跟他友好而已 并不是说这方面专业的 随便乱真 因为我们有中央六七年 所谓顶群公司后来爆出 涉嫌卖假快筛 立委质疑 卫福部说的严谨审查在哪里 我不知道卫福部的字典 是不是跟国人都不一样 在缅纳税前发国难财去 扶持特定不肖 或是不应该得标的厂商 我有国人没有办法接受跟认同 原来蔡政府执政下 不只卖面的卖游戏的 卖动物用药的 全都可以变身卖快筛 连卖电子零件的 都可以获得专业技术移转 拿贴若真的卖香肠 也变衣裁公司 百姓是否也不必意外 记者庄 陈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